我覺得匹克斯在這麼多動畫公司裡面 憑良心說不是說因為我參與過 所以我特別的力捧 我真的是很喜歡他們的作品 因為第一個是他們的創意 像我自己配的《怪獸電影公司》 當然是我看的最多次的一部 這個匹克斯的作品 裡面所呈現出來的 不管是角色的設定 或者說是場景 包括劇情的一些鋪陳 你都會覺得說 有別於過往的卡通 那很多卡通是給小孩看的 那麼很多卡通是給大人看的 可是我覺得匹克斯的卡通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可以貫穿不同年齡層的觀眾 小孩看的也非常的有趣 像我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小小粉絲 都是因為看了《怪獸電影公司》 比如說像亮哥的女兒 他們可能認識我很久了 可是直到看完《怪獸電影公司》的中文版之後 才真的把我當一個明星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個他們的概念 那麼所謂達到老少嫌疑 那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的幽默感 我覺得是非常的高級的 就是很多的卡通 它會用非常直接的搞笑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匹克斯都有一種很妙的一種幽默感 光是看那顆台燈 那支台燈在那跳來跳去 然後偶爾會出個包啊什麼的 我都覺得它實在是一群非常有幽默品味的人 所打造出來的 那包括後來我自己也花錢去買了這個匹克斯的短片 他們的這個短片DVD 因為我實在太好奇了 因為這短片它並沒有在電影院上映 所以我就自己去買來看一下 果然也是覺得蠻感動的 因為當中有一些是比較深刻的故事 不過整體來講就是 我想匹克斯的作品就是 就是結合了幽默然後智慧然後創意以及老少仙儀 啊